那么好在我想现在是一个广开言论的 言论的这一时代 就是包括这个网络 包括像这个方舟子的这个学术打假的这个网络 那么也包括像这个这本书啊 这个人民教育出版社设计这本书 这个城楼会研究 人民教育出版社它是属于教育部 那么也是在一定程度上 所以教育 虽然教育部其实对于他所属的一些高校 发生的这些腐败的这个行为 他们实际上也不能为例 也不能够查处 无论是中国农业大学也好 也是厦门大学也好 他们不愿意去查处 发生在自己学校里面的教授的 这种剽窃的一个事件 或者是造假的这个事件 我想也都仅有可原 那么但是像教育部出版的这个 这个城鲁会研究呢 他以这个方式啊 那么实际上就承认了这个城鲁会 作为中国第一本高等教育学讲义的 这个主要的这个写作者的这样的一种地位 值得一提的就是 城鲁会先生 他是研究教育学的 但是他本人的这个教子有方啊 也是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事情 因为城鲁会先生的这个长子呢 这个城鲁尔先生 这是港人比较熟悉的 做过这个港澳办的这个产物 副主席本人也是一个作家 他的二子呢 是一个工学的这个博士 他的三子呢 是中国第一位到美国去获得了指挥学博士的 中国著名的这个指挥家 城鲁黄啊 一个父亲能够排一门三劫 那么这就说明 这位老先生 他不仅是创立了这个中国高等教育学 那么同时他也是把自己的三个孩子都能够培养成人 这点说呢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谢谢 今天的推行制服 我们的焦点人物是丹麦第一位女首相 童话之国丹麦即将迎来史上首位女首相 不过海尔托宁·施密特 这位从政经历丰富 政治资本雄厚的灰姑娘的夺魁之路 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施密特是犹太人后裔 1966年生于哥本哈根一个教师家庭 父母在政治上都是保守派 1992年学习成绩优异 并能说流利丹麦语 英语和法语的他 成为唯一一名被丹麦外交部选送到 位于比利时布鲁日的欧洲学院 在这所精英云籍的著名研究学院 施密特取得了欧洲研究硕士学位 1994年施密特毕业后 随即考进了哥本哈根大学学习政治 1996年施密特和他在欧洲学院的同学 史蒂芬·金纳克结婚 出身政治世家的金纳克 父亲是前英国光党党魁米尔·金纳克 母亲是欧洲议会成员 金纳克本人则是世界经济论坛主席 这样的政治结合让施密特如虎添翼 但是如此神厚的政治资本 都没有成为这位红发美女仕途的通行政 2005年施密特接掌社会民主党 由于他喜穿名牌酷爱收持品 因此被人嘲讽只会穿名牌服装 更因此落得Gucci海尔的花名 2007年施密特首次领导社会民主党参选 结果以百年以来最差的成绩惨败 四年以后施密特卷土重来 一心要证明他的能力远胜于外貌 这次丹麦的议会选举相当激烈 由施密特领导的反对派联盟红盈 和现任首相拉斯穆森领导的执政党 蓝盈各自的选票一度不上上下 最后红盈只以仅仅三席险胜 施密特也成为丹麦 自女性取得投票权96年来首位女首相 丹麦面对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局面 施密特的经济政策成为了焦点 他扬言会巩固丹麦的高福利政策 主张加大政策投资以刺激竞 他的建议包括增加政府支出 向富人以及银行加税 并要求丹麦民众每天延长工作时间12分钟 这样便能让富税负担已是全球之冠的丹麦 不必再付出更昂贵的生活成本 欧洲百年来的政治生态 通常都是左翼和右翼 右翼通常就是保守党 左翼就是公党或者是社会民主党 但是现在的公党和保守党 我们说左翼和右翼 我们从他们这个代表人物 从他们的这个外形来看呢 其实都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就像这一次成为丹麦首位女首相的 这个施密特那样的 他可以穿着 他喜欢穿名牌 他为人相当时尚 这一点 这一点也不会妨碍他 作为一个左派的这个领袖 他要为这个中下阶层 或者更多的是为中下阶层 来谋取利益 那么我想这一点本身也是这个 欧洲政治生态的一种 一种新的这个潮流吧 这个潮流其实已经从这个二战以后 逐渐就开始形成了 我们已经完全不能够从这个衣着 或者是从这些谈吐来这个区别 欧洲那些国家的这个左翼和右翼的这个政客 他们之间的一个区别 当然我们看这个 是不是这位女首相的这个产生呢 在丹麦或许也有她的这个必然性 我们知道这个女 整个北欧各国 这个女权都是相当高张的 人们对于女性担任首相 其实并没有任何的这个偏见 问题只在于女性所在的这个政党 或者她所在这个阵营 她能不能在这个选举当中获胜 史密特呢是失意从政的啊 那么到这次呢 终于虽然是只有三行的这个多数 但是这个反对派联盟啊 就这个社会民主党呢 终于也成为这个议会的这个多数 所以史密特呢 也就因此就成为这个丹麦的这个首相 那么丹麦我们知道这个 其实整个北欧 它就有相当大的这个同质性啊 就是北欧的这些国家 丹麦瑞典芬兰 挪威这些国家呢 它总体来讲都是经济比较发展 社会比较稳定 这个社会福利的这个政策也比较高 那么所以但是他们面临的问题呢 也都是这个相同的问题 或者我们我们把这个画面啊 这个拉扩到这个整个欧洲来看呢 由于现在这个欧元的这个债务危机 或者说整个欧盟的这个危机 实际上都是相当这个严重 那么丹麦一方面 这个它没有加入欧元 那么这方面使这个丹麦呢 在某种一定程度上就避免了 由于欧元危机所带来这个影响 可是另一方面呢 丹麦本身也有它内在的 这个社会和经济的这个危机 然后我们看到整个欧洲已经出现了 由于整个欧洲的这个经济危机呢 经济危机通常我们知道 那些就是左翼的这个政党 社会民主党呢 它会得到更多的这个选民的这个支持 丹麦的情况也不例外 那么更有意思的当然就是 刚才片子里面也介绍的 就是史密特的这个先生啊 这个金诺克 金诺克就是英国工党的一个 著名的这个政客 所以金诺克知道自己的这个儿媳妇 当了这个丹麦的这个女首相之后 也非常高兴 他认为那么这也是这个 虽然在英国工党目前是这个在野党 但是呢 工党的领袖的这个媳妇 担任了这个丹麦的这个首相 他认为这也是左翼的这个政党啊 能够在这个东山再起的一个信号 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 这个明年在欧洲 还有一些很重要的这个选举 特别是上这个法国的选举 左翼的政党 能不能这个击败现任的 萨克齐的这个右翼的一个政党 全土重来 欧洲其他国家 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这个效应呢 都是非常值得观察的 至于史密特这位女首相 能不能成功的这个带领新政府走出 刚才这个经济危机呢 我想也是值得观察的 目前来说也不能够轻易的表示一个乐观的预测 点击评论一个字 潮 这个潮一方面是就位首相 本人这个是站在这个潮流的 时装潮流前面 另一方面的 左翼也是一个潮流 五粮春时事亮亮点 由五粮春赞助播出 相遂人间三千年 名门之秀五粮春 天空二号发射指挥部呢 根据九泉地区的这个气象的这个情况 决定会在本周稍后啊 大约就是星期四或者星期五呢 让天空二号升空 那么这个事件呢 标志着中国的航天事业 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同时从时间点上来看呢 它天空二号的一个发射 也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六十二周年国庆的一个最佳的县令 谢谢收看时事亮亮点 下星期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